哥哥 我给你带的好吃的 叶子 你以后别来了 太危险了 那些人拿到钱 一定会放我走的 可是我以后就见不到哥哥了 这个给你 这是我们的约定 以后我一定会找你的 今晚吃啥呀 饿死我了 随便什么都行 兄弟们 今天可赚大发了 那可不 拿到了钱 把这小兔崽子给宰了 来 我们快走 快追 你小孩跑了 哥哥快跑 哥哥 等一下上了山 他们就不会找到我们了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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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 见到一个小男孩没有 告诉叔叔 叔叔给你买糖吃好不好 不许哭 快点说 那个兔崽子在哪 去 啊 啊 啊 兄弟们 买到山里还值点钱 叶子 爸 野兮 这个月的医药费什么时候续上 再不给 你妈就死了 爸 这个月的医药费不是裁给你的吗 你个没良心的小野兆 你是想看着你妈去死是吧 老板 你又去赌了 少说废话 赶紧把钱打过来 喂 喂 鹤哥 你会保佑我的吧 椅子 你到底在哪 顾总 算了 没车吧 回去吧 是 叶汐 顾太太这个位子 很快就不会是你的了 你为什么在我的床上 怎么了 顾春 你干什么 鞋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爬上我的床 问我想做什么 没有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房 是这样 关 我和你的婚姻只是一场交业 这一点 你再清楚不过 我和你结婚 只是把你当作一个听话的工具 而不是我的妻子 我顾世的夫人 只可能是那个人 你要明白 你只是她的替代品 如果你敢再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也怪我 让你知道顾世的规矩 我 我没有非分之想 我们之间只是一场交业 清楚就好 你还站着干嘛 还不赶紧滚 能不能 给我点钱 交 医药费 原来 是为了要钱啊 很好一些 我还是想看你了 原来爬上我的床 是想用身体换钱 不是的 你怎么 什么不知连织 我真的只是惊错了 既然你那么想要 我就成全你 不要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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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放开我 顾总 这是怎么了 是谁把她带到这间房间的 顾总 是 是太太她自己要睡这间房 把她给我赶出去 以后我不想在我的房间里看到她 是 我这就带她走了 给她卡里打十万块钱 是 谢谢顾总 先生 做出这种事 诚哥居然还不敢做你 既然这样 别怪我们客气了 夏秘书 顾总 让我把这个给你 这是 顾琛特地给我的 嗯 叶子 只有结婚 正是继承顾家 我才有能力继续找你 等我 预备呢 预备呢 先生 这个屋子 谁进来过 只有太太来过 耶 这个和我的 好像有点像 太太不去感谢一下顾总吗 啊 好 预备 你在干什么 不是我 谁准你碰碰的东西 谁准你进了书房 你既然 我的鱼佩 你摔碎了 我没有 我没有想摔碎鱼佩 鱼佩 不是你给我的吗 凭什么要送给你 我回信 你也太高估自己的身份了 你不过是我花钱买回来的一个我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是顾太太了 不成 疼 疼 向你跌桌 有几千眼罪 反身同臭气的人 你知道疼 你放开我 太太 我都告诉过您了 这个玉佩是顾总最重要的东西 您不能因为我不答应您把它卖了 您就摔了它呀 小小姐 是 是你说这只顾承给我的 上面还有叶子 您 您是故意的 太太 这怎么可能是我拿给您的呢 明明是您去顾总房间里自己偷的 够了 你信 还敢在顾家偷东西 顾是我偷的 是夏小姐给我的 夏小姐给你的 夏秘书跟了我这么多年 她的为人我了解 你到现在还想要栽赃嫁货给她 太太 算了 别在这顾总生气了 来 咱们道个歉 别碰她 走你的手 不是我 我为什么要道歉 到现在还要说是夏米叔族的 伤势怎么来的 跟你没有关系 我们之间本来就是交易 是我妈妈病重 我为了医药费才来这儿的 在我们交易结束时 我就把玉佩 我 我就打工 我打工还你玉佩钱 你觉得 你能还得起这笔钱吗 五年不够 我就十年 十年不够就二十年 我总是还得起的 你是我最喜欢的人留给我的 还得起吗 海师叔 你想要取代她 不是 你以为在顾家 你是什么身份 既然你不听话 那就把你关起来 关到听话为止 待下去 好好教教她顾家的规矩 等什么时候学会了 认错了 再把她放出来 夏米叔 看好她 也会再出什么差错 知道了 不要 进去 不行 我不能待在这 我们还在医院 坐 夏琪 夏琪 你知道的 不是我做的 明明明是你给我的 也是你把我推倒的 你为什么要说谎 看来燕小姐 还是不知道自己 错了 夏琪 我跟你无怨无仇的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为什么 因为你 就不该进去 是 玉佩呢 是我给你 你是我推了你 让玉佩刷碎的 还是我设计 让辰哥看到了这一切 你还记不记得 你第一次进座 辰哥的房间 那也是我上个 无声带你去 是你 是 我本来以为 你睡了辰哥的床 他就一定会嫌弃 可是我没有想到 他不但不嫌弃你 他竟然还给你 那个病鬼妈父 一样废 你告诉我凭什么 我要告诉 顾尘这一切 告诉他这一切 你现在摔搜了 他最心爱的玉佩 你以为 他还会相信你吗 玉佩 他也在找玉佩 难道他是哥哥 这个和我的 好像有点像 我跟他结婚了 他会相信我的 我要去告诉他 真相 跟他急 我告诉 只有我才能成为顾太太 走吧 夏小姐 你别管我 抓他 我回来 我在他身边 整整十年十年的青春 凭什么你能够 轻轻松松地站在他身边 成为顾太太 你告诉我 凭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是说 叶希也曾经住在青石镇 是的 我走 我走 哪是叶子 那个村子很小 叶小姐即便不是你跟那位女孩 也很有可能认识她 叶子 叶希 能不能说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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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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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她的嘴边让她出声 救命 顾总 叶希她 你是女孩子 方便些 帮我去看看她怎么样了 顺便 顺便叫个医生 嗯 知道了 什么声音 啊 我 我不小心踢到了一个凳子 诚哥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 用人把它安置在哪了 应该在一楼客房吧 顾琴 顾琴 叶子 你到底在哪 你去门口 别让任何人进来 是 怎么 你还想乘客来救我 你整日里装着可怜爸爸 你给谁看 我看你心意早就想好 怎么勾引诚哥了 你放开我 所以我要帮诚哥 看清你的真命 你说 我要是把你这个脸还花 你还怎么骗人呢 我从来都不想当古太太 下面说 我只想跟我妈借点救命钱 我不想跟你争什么东西的 你辈子 这么多年爱她的身边 除了我 没有任何女人 她的房间从不去别人 即刻是你 却进去 不但如此 几个婚姻 她竟然选你没选我 应该不会想告诉 诚哥她爱上你了 关注上你了吧 你告诉我 小小 诚哥所有的爱 所有的关注 她都只能属于我 你怎么在这儿 我 我 叶欣呢 听说 你的手受过伤 来 让我帮你瞧瞧 帮你活动活动 这样好 更好 哎呀 不小心踩到你了 不过呢 你等会 终于尝到 你刚刚更 恐怖的事 哎 顾总 这么大声 干什么 你会遭报应的 遭报应 我只是帮一帮 称哥的忙 顺便让你知道 知道顾家的规矩 我遭什么 什么事 叶小姐她受伤了 下秘书在帮她 做紧急处理呢 继续看看 哎 顾总 叶小姐在换衣服 不方便 让开 让开 怎么回事 雨昕 你怎么这么恶毒呢 这是我自己不小心 不辰 不辰 我不是故意走走房间的 雨霏 雨霏不是我偷的 是她偷的 她还推了我 所以雨被谁睡睡的 三番五次在渡家闹市 现在还想栽赃给夏琪 真当我是傻子吗 夏琪做了我这么多年的秘书 我了解她的为人 反倒是你 我问了一问 你是叶子 可叶子怎么可能是你这种满口谎话 我则手段想要上位的女人 顾总 算了 别生气 雨昕 你还敢这样伤害无辜的人 你真让我恶心 顾晨 我没有 医生 快叫医生 还是我送她去吧 你手受伤了 还是我送她去吧 没关系 你工作太忙了 还是我来吧 把烟 把他带扶起来 张晶 把他们俩送去医院 雨昕 没想到这个时候 陈哥还有关系 你该死 夏小姐 顾总去夜夕房间了 好 我知道了 夜夕 你猜一猜 辰哥是会信你 还是信我呢 夜夕 请示针 预备 来人 跟我去一趟医院 你要知道 他到底是谁 乖 乖 夜夕 我告诉你 只有我 才能是顾家的女主神 只有我 才能待在 陈哥的身边 夏琪 夏琪 求求你了 我只是为了 我妈的药费 我 我根本 我不喜欢国陈 我 我也没想 跟你讲的 那又怎么样 你当初就不该来 你家 你既然在这个位置 我就容不了 哥哥 我好想你 夜夕呢 夜夕 她没和你一起过来吗 她中途就回家了 行 回你个家 我 就把张静叫来 是 夜夕呢 你是说了 把她送到医院吗 这 叶小姐 中途非要下车 我和张静拦不住 闭嘴 她在哪里下的车 在 在路上 那个小树林 她在这么贫僻的地方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傻子 是 是下 顾总 没看好叶小姐 这件事我有错 把她带下去问清楚 现在 立刻跟我去找人 依稀 依稀 哥哥 依稀 快 救护车 别睡 我来找你了 都查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样了医生 右手粉碎性骨折 身上还有多数作伤 关键是病人长期老累过度 需要经养 记住 病人千万不能受到任何刺激 知道了 多谢医生 等你好些了 我再问你吧 到底怎么回事 张静呢 张静 他还没有张 那就不用再给他机会了 陈哥什么时候这么关心叶熙 张静的把柄捏在我手里 不会出门 但叶熙如果喜欢 一定会说出这一切 无论如何 叶熙 我都不能让你有机会说出一切 感觉好点了吧 顾晨 是夏琪 是夏琪他杀了我 张静已经把一切都招了 他已经被赶出顾家 这些事 你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好好休息 杂热好起来 是夏琪 夏琪也是被人蒙蔽了 放心吧 这些事情 我都处理好了 这是我顾家太太 任何人都会 任何人都不许磕戴的 明白了吗 知道了 休息 我的玉佩 我的衣服呢 我有很重要的东西不见了 太太 您不用担心 您换下来的衣物 已经放回家里了 您就好好休息 不会丢的 没有丢就好 那麻烦你帮我带回来可以吗 好的 太太 顾总 顾总 让我们两个过去 我已经用顾总的名义 把这两个保镖支走了 也计划 这一次 必死无疑 有个儿子 这次 我可以灵畏 我可以灵畏 你 我猜 我可以灵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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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你怎么来了 怎么回事 你信 你信 快 救医生 你信 叶小姐 叶小姐 家属请快出去 病人需要急救 医生 一定要救好他 顾总 你们两个 是怎么办事的 对不起顾总 是您刚刚发消息 让我们下楼去接您 我什么时候 给你们发消息了 你手里拿了什么 这是太太让我回家 取的一些衣物 她说可能有重要的东西掉 她的东西 就只有这些衣物 没有其他的了 只有这些 可能还有一些 落在了小树林或者家里 或许是我看错了 她根本就没有预备 这样 你们带些人手 立马去小树林找找 有没有一枚预备 是 小姐 你也回去找找 是 难道 叶熙我呼称的另一位 不可能 叶熙绝不可能 是陈哥 回忆里那个小女孩 也许真的是那个小女孩 不行 我绝不能让陈哥知道这一切 呼称 已经半个月 没给那个老太婆打钱了 郭姐 是因为你姐 快要死了 正好顶踢也行 给我抓住郭晨 让她 继续给咱们家掏钱 她都快死了 我才不想当她的替身 猪脑子 替身怎么了 郭家家大业大 到时候 你想要多少钱没有 你给我机灵点 跟郭总 好好平壤感情 郭晨 就是你姐救过的那个小男孩 你要 利用好这层关系 记住了没有 嗯 我知道了 顾总 顾总 哎 哎 哎 西西她怎么样了 你们是 我是叶西的父亲 清清呢 是西西的妹妹 她情况不太好 不会真的 又没 哎呀 瞎说什么呢 顾总 你别生气 我爸也是担心姐姐 不过她的情况 你基本上算是稳定下来了 你手腕上的伤势怎么来的 怎么和叶西的一模一样 不太好看 吓着顾总了吧 这是我小时候留下的烫伤 我觉得不好看 姐姐为了安慰我 也弄了个一样的 一袭手腕的伤 是自己弄了 那个 你手腕上的伤 能让我看一下吗 嗯 嗯 那个村子很小 叶小姐 即便不是你的女孩 也很有可能认识她 这个 这个玉佩 你认得啊 其实 我有一个一样的 但后来就 弄丢了 弄丢了 姐姐觉得好玩 带去玩 后来就不见了 不好意思啊 这个玉佩 你还记得 是从哪来的吗 是 一个小哥哥给我的 当时很黑 我们都很害怕 她被关在屋子里 人贩子要杀了她 后来我们就逃跑 我就被抓住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怕了 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顾总 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难道 你就是那个哥哥 叶子 我终于找到你了 叶希 看来你顾家太太的身份 很快就是我的了 叶子 我终于找到你了 这些年 我一直在找你 顾总 这位是 这位是叶清 叶希的妹妹 也是我一直在找的女孩 以后对待清清 就要像对待顾家的女主人 不许有任何怠慢 是 你的手 我会找最好的医生 帮你医治 没事的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都好得差不多了 顾总 你以后 还是别叫我叶子了 那段回忆对我来说 太痛苦了 好 那你以后 也别叫我顾总了 那 陈哥 什么 叶希 行了 叶希 你居然敢冒身 跟你那个姐姐 一样无要力 我会想办法 戳穿你们的真目的 让陈哥 对你们姐妹俩 彻底死心 顾春救了我 或许 姐姐 你醒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当然在这里了 我不仅在这里 我还搬进了顾家 房子可真漂亮 没想到姐姐住的这么好 却把我们丢在那破旧的老房子里 不过现在 那一切都是我的了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叶希 你的身份 是我的了 顾春也是我的了 哦不 除了你那个托油瓶一样的妈 跟顾春离婚吧 否则 就等着给你妈收尸 叶希 妈妈对你挺好的吧 虽然你是 私生女 但是我妈从来没有 可可过你吧 你知道的 我不能跟顾春离婚 妈的手术费 还需要她 那是你妈 又不是我妈 这么多年 我受够你们一家三口 和和美美 把我排挤在外的世子 特别是你 叶希 你总是一副受害者的样子 出现在我面前 还故作大方 我真是恶心死 不过现在 真哥是我的了 你只不过是他用来 唐泽家族的借口罢了 我劝你识趣点 早点滚 原来他喜欢的人 是叶清吗 你要是老老实实的离开 我可以让你妈 继续住在顾家 否则 叶清 你不能这样 不能 你不会真喜欢 张春歌了吧 你愿你妈去死 也不愿意离开她 我跟顾春 不能离婚 我们之间有约定 那你就看看 他更在意跟你的约定 还是更在意我 你要干什么 姐姐对不起 我不应该接近春歌 怎么了 诚哥 你别生气 简直他也不是故意 要烫伤我的 你们 是真的 诚哥 手疼 一心 想星星道歉 我 给他道歉 行什么 道歉 不可能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 像叶清这种人道歉 叶清 我念着你和清清是姐妹 才容忍你 你别太过分 道歉 圣哥 没事 姐姐以前也总是这样 我都习惯了 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来这里看姐姐 不该续到你 别怕 叶清 你是我用钱买回来的人 你没有说不得权利 如果你今天不想道歉 以后我就不给你钱了 不行 那是我妈的医药费 妈妈的病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 像诚哥要钱才是你的目的吧 你不是为了钱什么都能做吗 现在又装什么情高姿态 还是说 你觉得你是清清的姐姐 所以可以像以前一样欺负她 你谢我告诉你 现在清清 是我顾家护着的人 果然为了钱 什么都能做 圣哥 我好害怕 万一以后在家里遇到姐姐怎么办 她会不会怀恨在心啊 没关系 我会尽快处理好这些事情 你会跟姐姐离婚吗 姐姐 你要说什么就快点说啊 我跟圣哥要走了 顾辰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愿意跟你离婚 我愿意离开 叶歇 我只是让你和清清道歉 你就这么不愿意 要和我离婚 叶歇 你把我顾辰当做什么了 我来喝去的提款机吗 顾辰 是你让我滚的 我主动跟你跟叶青长位置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靠着这个 来博取同情 站着清清的位置 难怪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 可惜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清清才是我心里面的女孩 原来她心里的人真的是叶青 所以我说要跟你离婚 你有什么不愿意的 还是说 你喜欢上我了 喜欢你 你是不是太自大了 我留着你 只是为了给清清做打线牌 你根本没有资格说计数 你和我之间 只能由我决定你什么时候离开 找个医生 让她看看 不需要 我没事 叶青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自己 有拒绝我的资格和能力 你我之间 只能由我输了算 等她出院 送她回顾家养伤 是 真的是当我的挡箭牌 还是说 顾真对叶青有了感情 叶青 叶青 你们两个见识 很快了 很快你们的真面目就会暴露 顾叔叔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想看最新热播短剧 就加入热播短剧分享圈 专门分享最新热播短剧 每日更新十到二十步 并且是全集 微信扫描二维码加入 关注还能领取双重福利 叶青小姐 我去开车 您稍等我片刻 嗯 喂 顾总 叶青小姐不见了 什么 你是谁 为什么绑架我 我可是顾琛的女人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 长得还挺好看 你敢行弃我 他 他才是顾琛的女人 顾琛一直喜欢的人都是他 你们把我放了吧 我对你们没有什么用的 把我当傻子啊 嗯 顾琛天天带着你 反倒是把这个女人 扔到医院 不闻不问 不是的 那是因为顾琛不知道 我冒名顶替了他 你不幸可以看我的手腕 那些都是我挂上去的 我只是小时候 听说他的那些事情 知道事情的经过 才顶替了他的身份 你们把我放了吧 我对你们真的没有什么用 妈 你把老子当傻子 管你是谁 现在 你才是他行尖手的人 就算我受伤了 顾琛也不可能跟叶熙旅婚 他真正喜欢的人是叶熙 小小姐 这个叶青还留着吗 当然要留着 不仅要留着 我还要让顾琛知道 叶青他是假的 这样 顾琛就会对他那两个姐妹 彻底死心 到时候 再加上这块玉佩 我就可以代替叶熙 成为真正的叶子 那 这是给你们的报仇 当年要不是顾琛和叶熙 我们哥几个也不会做 那你们就可以趁机 再敲顾顾琛一笔 然后再杀了叶熙 也算给你们自己报仇血恨 如果到时候顾琛带走了叶熙 我们的计划不就失败了 不可能 顾琛认定了叶青就是叶子 他不会放弃 叶熙小姐 给顾总打个电话了 让他来救你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起 好 顾总 张姐来电话说 你电话拿家里了 一定 不重要 找到叶子要紧 顾夫人 这点啊 你就不如你妹 叶青打电话 顾琛 从来都是立刻接听 既然 你对他没什么用 那倒不如 便宜我了 四哥快 顾总一个人来的 果然听话呀 把他们给我放了 这么多年不见 顾总 就不想和我叙叙旧吗 你是当年的绑架犯 想不到 顾总还能记得我呢 你对他们做什么了 我对他们 可是什么都没做啊 住手 把他们放了 放 顾总 你让我们弟兄 在监狱里待了这么长的时间 怎么会轻易地放了他们 只要你把他们给放了 钱好商量 顾总爽快 那就 五百万 否则的话 我就杀了他们 先不是问题 我要你现在就把他们给放了 顾总 要是我现在把他们放了 你反悔了怎么办 最多呢 只能放一个 不行 站住 别过了 再敢上前一步 我现在就宰了他 要听话呀 顾总 那 我也不是那么刻薄的人 这一个 是你妻子 一个 是你的好妹妹 只要 那五百万到账 我就会放了命 那 你选吧 顾总 会选谁呀 顾哥 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他们还打了我 我疼 一心 一心 抱歉 请请 我寻一心 干什么 顾总 人我放了 但是待会儿 我要是受不到 那五百万 我就杀了你 妻子 顾哥 我害怕 我害怕 顾哥 我真的好害怕 顾哥 我真的好害怕 顾哥 只是那些绑匪划伤的 绑匪划伤的 你在骗我 我没有 滚 剩下的人 给我掉车回去 务必找到 叶希 顾哥 顾哥 你放开我 抱歉 叶小姐 顾总让我带你去叶家 看管 她一会儿和亲自会 叶希 女儿 大哥 我们真的要杀了这个女的 废话 这样 我们就能拿到两份钱 等顾琛 把钱打过来之后 把这小羊们 给我扔池子里出去 半个小时到了 钱还没有到账 你们被骗了 马上给顾琛打电话 顾琛不管我的死活 大哥 你没事吧 贱人 居然敢打我 这么让你死了 有点太便宜你了 你们两个 把他给我扔到池子里 息息赶紧 伺候咱们哥几个 我不要 再快点 臭娘们 别这么 要是我们心情好 还能让你多活几天 妈妈 你心 等我 哥 这 这怎么办 就这么死了 也算是任务完成 来张照片 给那女的发过去 哥 这什么声音 妈的 顾琛 果然不在乎这个女的 缺你报警 快跑 你信了 问你夜心呢 我怎么知道她在哪 顾琛 我想 她现在 应该已经被淹死了 顾琛 你不是已经把你亲爱的女人 带走了吗 怎么 后悔带错人了呀 顾琛 你还没尝过夜心的滋味吗 我告诉你啊 其实啊 她就是一个 她嘴给我塞起来 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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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怎么样 顾琛 好 好 别乱动 我 医生呢 那伙人 本来想绑架的是 出去说 那伙人 想绑架的 其实是叶子小姐 但是因为 叶希小姐是顾太太 所以 误伤了叶希小姐 他们想绑架的人 是叶子 对了 叶希呢 叶希小姐 还在客厅 她坚决不承认 她手上的沙巴 检查过了吧 检查过了 是画上去 已经擦掉了 叶希 别留下看着叶希 我要亲自审叶希 太太 你要去哪儿 我 我要去找我的东西 你是说 我的东西都放在家里了 对吗 对啊 全在柜子里 不可能 我的玉佩 我的玉佩不见了 我的玉佩呢 太太 你先别着急 可能在杂货间里 快 快带我去找 诚哥 滚 说 到底是谁 诚哥 我是叶子 我真的是叶子 你手上根本就没有伤疤 丶希 你居然敢骗我 你到底顶替的是谁的身份 谁才是叶子 小时候 我因为这道疤被人嘲笑 所以我就去做了手术 但我怕你认不出我了 我才挂了上去 诚哥 难道你忘了我们之间的回忆了吗 还有那个玉佩 那是你亲手给我的呀 你不能因为这道伤疤 就否认我不是叶子 郭总 这是叶小姐的身体检查报告 她的身上并没有做过手术的分析 居然还敢骗我 没有 长官 是的 是这个人在骗你 这个人在骗你 或许叫我的名字 是叶熙 是叶熙让你这么做的对不对 你跟叶熙穿脱好的 你快说呀 是不是叶熙让你做的这一切 还敢狡辩 诚哥 诚哥 这个人跟叶熙是一伙的 还跟叶熙串通好的 叶熙要抢走我的一切 叶熙要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叶熙才是那个心肠歹毒的坏女人 叶熙 你到现在还在说谎 叶熙 你到现在还在说谎 你怎么来了 你口中的为了钱不择手段 那是我妈的救命心 你 你不是情深的 是 你恨我妈 恨我们一家人 可爸呢 爸爸从小对你那么好 什么都紧着你 就连我 有什么好东西都要双手奉伤 双手奉伤 那我让你跟趁哥离骨 你为什么不走 别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 你不过就是想要顾家的钱 叶熙 从小到大你抢走我的一切 抢走我的父母 抢走本属于我的趁哥 是你不愿意为了妈妈嫁过来 叶熙 你怎么变成这样呢 明明小时候 你什么都愿意跟我说的呀 闭嘴 叶熙 我把你当作我的姐姐 当作我最亲近的人 姐姐 我是真的 真的讨厌死你了 讨厌你从小就故作清高 讨厌你跟你妈 整天装无辜 最亲近的人 我那只不过都是骗你的 你不会真信了吧 叶熙 我恨你 我从小就恨你 我恨死你了 你怎么还不起死 你骗我 你一直都在骗我 你说 你是因为害怕我受伤 自卑 所以要跟我画上一样的伤疤 十几年了也计 你骗了我十几年 你胡说 所以 你手上的伤疤 是雪的也稀的 所以 你手上的伤疤 是雪的也稀的 怎么可能 诚哥 我怎么可能会学她呢 她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女人 为了钱 她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你忘了吗 她这些都是让你用来怀疑我的 为了钱 那是我妈的手术费 叶青 你本来就是一个死生女 你根本不会管我妈的死活 闭嘴 我才不是什么死生女 我顾家太太 你也敢动手 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的 医生马上就到 先送她到怀疯间 还有 太太 您不是要去取东西吗 我带你去杂物间 去吧 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我 把她腿打断 丢出去 是 诚哥 诚哥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知道你一直要找到那个女孩是谁 你知道那个女孩是谁 我知道 是 叶歇 装不知道 叶歇从小和我争 凭什么她现在都成了顾太太 还是要和我争 我记不清了 我不留没用的 拖出去 是 是 是她 是爷 你不用问她 我知道是谁 我知道是谁 你不用问她 我知道是谁 你不用问她 你怎么来了 还有夏美术 要不是小夏通知我 我还不知道 你被这两个狼心狗肺的女人耍得是团团转 这是我自己的事 谁让你私自同风报信的 顾总 我只是担心你 你不要吵小夏拔脾气 这些事啊 我都知道 你取的那个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个也不是 说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要是能解决好你自己的事情 我何必谦责过来 小夏 告诉你们顾总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 顾总 我也是才听顾叔叔说 我就是那个 你一直在找的小女孩 这是啊 小夏多年的资料 就是这个女人 一直在顶替她的身份 在欺骗你 陈哥 我 你跟我认识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 那是因为你说的根本就不是真的 你知道陈哥是在哪里失踪 又是在哪里被找到的吗 那是 那是因为我从小就失忆了 什么都记不得了 呸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就是想顶替一眼 这些事情啊 全都怪我 当年 小夏出事以后 你夏叔叔就带着他走了 我不想刺激你 所以啊 就一直没说 爸 叶小姐 我才是那个 小女孩 和那户宝匪 叶小姐 我才是那个 小女孩 所以 你不要再欺骗陈哥了 我把小夏 放到你身边 当秘书 就知道 你心里啊 放不下他 没想到 你不光没有认出 他就是当年救你的那个小女孩 你还把家里 搞得是乌烟瘴气 现在 这个调查结果 白纸黑字 我是你父亲 你该相信了吧 是真的吗 当然不 不知道 我不记得了 不知道 你手腕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 叶歇为什么会说 你是在模仿他 你们俩姐妹 到底搞什么鬼 我不知道 那些事情 我早都不记得了 好啊 不愿意说 那就戴下去 关起来审问清楚 什么时候想明白了 什么时候再放你出来 那个叫叶西大 就是他的亲姐姐 也是为了钱 不择手段的女人 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赶紧和他离婚 把他赶出顾家 我自己会有决断 小夏 才是当年那个叶子 只有他 才能成为我们顾家的媳妇 等调查清楚 再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连你爸我都不相信了吗 顾叔叔 您别生气 诚哥 他只是 有点着急 等会一会就好了 你也别气坏身子呀 爸 你没事的话 就先回去吧 没想清楚 我看他是有主意的很 突然结婚 他有没有把我这个父亲 放在眼里 爸 爸 您的年龄大了 我的事情 不需要你操心 顾叔叔 您别生气了 我看这个顾琛 就是被那个叶子 给迷惑住了 小夏 你跟我说说 这个叶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顾叔叔 其实太太 他和诚哥 是契约结婚 而且诚哥每个月 都要给他一大笔钱 每个月 他用来做什么 不知道 只是前几天 他爸也来要钱了 诚哥每次都给 顾叔叔 我是真的有点担心诚哥 这个吃力爬外的东西 连人家的身份 都不知道是什么 就把顾佳的钱给了 这以后怎么办 不真了 就是被那段记忆 迷惑得太深了 顾佳的财产 绝不能让他败光 好在 我们提前做了准备 准备好了你的身份 你可不能露信啊 好 都几点了你才洗手 顾佳就没有你这样的媳妇 爸 别叫我爸 是 顾董 听说你一直在想顾晨要钱 那是我跟顾晨的约定 钱 是我妈的药费 我不管你们两个 有什么约定 你父亲 就是个无业游民 你妈呢 又是个病殃子 那我们顾家是冤大头吗 像你们这样的家庭 怎么配得上我们顾家 顾晨只是混了头了 小夏在我顾家长大 他才是我给顾晨选定的妻子 至于你 滚出顾家 我说过 这件事情我自有决断 怕你就别瞎掺和了 等你决断的时候 顾家的家产 都被你败光了 你还要被这个女人 蒙蔽到什么时候啊 顾叔叔今早的药还没吃 叶小姐 麻烦你 把抽屁里的药拿出来 把抽屁里的药拿出来 是务实了药品 你们以后可得提醒顾总 吃药钱 得看清楚 他一直吃的这个药 不可能吧 药还有吗 我看看 这个 这个药应该是胶囊 而不是骗剂啊 你们是不是装退药了 不会啊 顾叔叔昨天晚上 刚吃完这药 没有人动过 对了 夫人今天 倒是碰过那个药 知道了 先送医生回去 请 你们两个 跟我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我就是从抽屁里 把药拿出来了呀 那为什么 药变成了这个 因为我爸 设法想让你离婚 所以就想用这个药害死他 我没有顾琛 你们亲眼看到的 我为什么要害顾董啊 诚哥 这才是顾叔叔的药 叶小姐 就算你对顾叔叔 有所不满 你也不能故意拿错药呀 是 顾叔叔今天 对你说了一些重话 可他毕竟 是诚哥的爸爸 便要为诚哥 照相一下呀 我没有 夏琪 又是你对不对 你又在陷害我 多了 到现在 你都还在指责别人 我为什么要害顾董啊 我今天 才是 第一次见到他 是因为顾叔叔 一直都不太喜欢你吧 叔叔还说 要收回之前 给你的所有钱 所以 你才心生怨恨 你根本就没有证据 顾琛 我不会为了钱这样的 够了 钱 钱 你心里面 是不是只有钱 从前你就因为钱 处处针对小琪 现在你因为钱 设法换了我爸的药 你可真是个为了钱 处心积虑的女人 现在我还躺在里面 你还是满口头之前 连一点亏咎之心都没有 我总突然这样 我也很难过 很抱歉 但不是我做的 我不会为了钱 做这种事情 跪下 最轻飘飘地道歉 对不起 就想推卸责任 跪下 给我爸道歉 你最好祈祷 他能够原谅你 不走 妈也跟着没命 不是我做的 我不跪 不跪 那你这个月的钱 是不想要了 顾琛 那是我妈的医药费 你不能拿这个威胁我 你也是有父母的人啊 那你还这么恶毒 设法想要害死 别人的父母 我就是想要钱 如果你不跪的话 这个月的钱 就别想要了 你妈也别想住在 故事的医院里 好 我跪 顾琛 我跪了 这个月的医药费呢 很好 去我爸的门口 跪得我满意为止 叶昕 还没结束呢 你没事吧 刚才 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她想害死我 小辰 你还没有看清 她的嘴脸 像她这样的女人 根本就不配 做我顾家的媳妇 顾叔叔 您别气着自己 小心身子 这个叶小姐 或许是拿错了药 拿错了药 她清楚的恨 她就是想害死我 够了 这件事 我会调查清楚 你还想怎么调查 这事实都摆在眼前 这样的女人 你还要留着 今天 她想害死我 明天 她就想霸占 整个顾家 来人 你一直在怀疑她的身份 那你就问问 她顶替了谁的身份 叶青小姐 请你告诉大家 你究竟顶替了谁的位置 是你 是我顶替了你的位置 你才是小时候 那个真正的小女孩 别再问我了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小辰 人诚物诚 俱全 你还不相信吗 她一直在骗你 把她从顾家丢出去 这个叶曦 这次吧 是因为她才陷险遇害 但她也不是故意的 请家法 顾叔叔差点出事 就只请家法 小辰又不是傻子 无凭无据的 只要叶曦咬定 她不知道 根本就拿她 没有办法 这个叶曦 心思歹毒 你赶快跟着去看看 顾晨 心声不忍 顾晨 我 到底是因为你 我才险些出事 不是的 不是 把她摁住 顾晨 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吗 顾总 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要开始吗 开始吧 顾晨 不是 顾晨 顾晨 这样都敢不走你 顾晨 我看你这次怎么狡辩 这个月的医药费 我不会再给你了 顾晨 我们说好的 已经不能出尔帆了 顾晨 给她找个医生 别让她这么轻易就死了 是 诚 诚哥 这个月的报表 没有任何问题 叶熙她怎么样了 叶小琴 再问这个月的医药费 这个月的钱 不要打给她 我爸出事 总归和她脱不了干系 让她找找教训 嗯 顾总 叶小姐的父亲 在门口闹事 需要您支付 这个月的医药费 还要赔偿 她女儿的精神损失费 不用管她 大家伙都听听 顾家的总裁 没良心啊 北信七一 抛弃了我的大女儿不说 师父 天下 还把我的二女儿 给逼疯了 爸 爸 你干嘛呢 快回下去 你来的正好 让大家伙子听一听 顾琛 是不是这个月的医药费 没打过来呢 哎呀 那你妈该怎么活呀 你好意思说 妈的医药费 不都让你拿去赌了吗 不孝女 嫁出去的闺女 拖出去的谁 你这胳膊皱灿 怎么就往外拐呢 你还敢躲 你别打了 你长本事了你 我没有 我今儿可就叫你知道知道 谁是你老子 你要打谁 疼死我了 都来看都来看 顾家老总打人了 都来看 都来看 叶欣 把不快过来 顾总 你叫我女儿过去就过去 咱们的钱还没说好呢 什么钱 当然 是我妻子的医药费 咱们之前都说好了 而且 我们家亲戚在你们家 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啊 现在人都疯了 你想不聊聊吃吗 她是什么情况 你得心里最清楚 今天 你要是不给钱 我就把你们家那些丑事 全部都抖出去 曹总 你也不想 家丑外扬吧 爸 我以为 你是关心你的两个女儿 没想到 就是为了钱 五百万 我只要五百万 以后 不管你的夜夕做什么 我 都不会过来纠缠 爸 你怎么能这样 不管是你 还是叶庆 都是没用的东西 管着 你们 也继承不了我们叶家的种 倒不如 坐给我留点钱 妈 你不是说 会赚大钱 治好妈妈的病吗 那个病毛 我早就跟她离过婚 还有你 要是 没点用的话 谁会要你呢 所以 只要你把钱给我 我不管你对他们 做什么 要什么 我都不会过来找你 五百万 我只要五百万 好 五百万 你把夜夕交给我 那我 今天就 让你兑现 给她账上花五百万 好 五百万到账了 五百万到账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五百万的 你们干什么 敲诈 勒索 还有赌博 够你在监狱待一辈子 把她送到警察局 母趁 你不能对我这样 我还是你老岳父呢 以后 她不会再威胁你了 叶欣 你还真有两下子 你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辰哥只可能是我的 你别妄想 我没有想跟你抢他 我只是 只是什么呀 只是为了你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妈 你说这个话你自己相信吗 你知道的 辰哥他一向面冷心热 就算你答应他离婚 他还是会给你钱 你只不过 是贪图他对你的好 贪骨架的钱 就像今天 他帮你摆平了你爸 给你希望再让你绝望 叶欣 这次我要让你主动滚出去 他这是 为了我 辰哥 你已经知道 他不是那个小女孩了 你也知道他一直在骗你 为什么还不赶他走 他没地方去 一家回不去 他妈又重病 叶子 我想 你会理解他吧 以后 他不会再威胁你了 别想我叶子 这件事 过去太久了 辰哥 你也不想 我再记起那些 痛苦的回忆吧 辰哥 你为什么要救叶欣 你难道真的爱上他了 我并不是在救他 我只是在利用他 为了顾家大局吧 总不能 真的让他爸爸 把那些事情都散布出去 原来如此 那辰哥 你打算什么时候和他离婚啊 那辰哥 你打算什么时候和他离婚啊 离婚的事情 暂时还不及 顾家还有些老顽固没有解决 辰哥什么时候怕过那群家 听说叶小姐在找顾家的东西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和我没关系 那叶小姐找的 不是这个咯 你从哪里拿的 这是我的 你的 这个明明是我的呀 叶小姐 你猜一猜 这个东西我是在哪找到的呀 听说这个玉佩呀 是一个小男孩的 你再猜猜 这个小男孩是谁呀 你管给我 这个玉佩呀 是顾撑的 不过 他现在已经不在乎这个东西了 他呀 只在乎我 显然 这个玉佩 不可能是顾撑的 信不信由你 你说 把这个当了 能值多少钱呀 能值你卖医药费吗 你不能当了他 不能当了 可他现在是我的 你管我呢 你管给我 管给我 神哥 还好你来了 然我今天就要从这个楼梯上摔下去没命了 叶熙 神哥 我的脚好痛啊 应该是崴到了 我马上让医生过来 不用怕 不是我推的 叶熙 小七出了什么事 我不会饶过你 是他自己摔下去的 我就没有推他 神哥 是我自己踩空掉下去的 不关叶小姐的事 我亲眼看到的 到现在不是想着道歉 而是撇清关系 不相信我 我为什么要相信 亲眼看到的 好 证据是吗 是他拿了我的东西 东西就在他身上 什么东西 我的那个 神哥 我的头好痛 我好难受 好 你忍一下 医生马上就到 神哥 我没有拿他的东西 没事 不管是什么 都等你好了再说 现在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之前有说过要和我离婚 如果相信我的话 或许 我主动离开 只好说了他的心意 他 替我 道 他 神哥 他怎么来了 别怕 还处在那干嘛 过来道歉 我以为 你已经知道事情的来量去脉了 所以 你是来叫我道歉的 神哥 是我自己没有看清 踩下去的 不怪叶小琪 本来就是你自己摔下去的 古琛 你看不出来他一直在骗你吗 我亲眼看到的 叶汐 你到现在都还在狡辩 小琪善良他不和你计较 但不代表这件事情他没有发生过 古琛 你是亲眼看到我把他推下去的吗 不管是不是我亲眼看到的 小琪是你弄伤的 过来道歉 我没有做错 我会向他道歉 算了 诚哥 我也没什么事 这件事 真的不关叶小琪 如果你不道歉的话 那我们之间的合约作废 你母亲的医药费 我也不会再给你了 是 是我有求于你 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 就是一场你情无怨的交易 交易 叶小姐到现在还这么以为 我还以为 你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 我们这场婚姻 或许都不能称之为婚姻 我们之间从来都不是平等的 既然这样 那如你所愿 古琛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我说 古琛 我们离婚吧 我只是要你道歉 有什么难的 我没有做错 为什么要道歉 我履行了合约 一直安分守己地 坐着你的顾太太 是你在三位万约定 我占着顾太太的名分 有什么意义啊 只要你答应一下 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不好吗 你想走 不然呢 我要继续坐着古城招之旗来 绘制继续的玩具吗 叶汐 我说过 我们之间只能由我来结束 你们花这一切 不就是想要钱吗 钱 对 在你心里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那既然你喜欢下棋 你留我干什么呢 既然你有喜欢的人 我们就没有一起 折磨下去的必要了吧 陈哥 如果叶小姐想离开 或许放手 闭嘴 你觉得 我在顾家是折磨 拿了这么多的钱 折磨 那我更要折磨你 叶汐 想离开我 没这么容易 我最后再说一遍 我们之间的关系 只能由我来决定 既然你不愿意做顾家太太 那我也不需要再给你母亲支付医药费了吧 我做你太太 你支付我母亲的医药费 既然你已经有喜欢的人 你为什么要收尾承诺不给我医药费呢 你这是食言 食言 对 那又怎么样 密歇 一直都是你有求于我 既然你觉得 不适合做顾家太太 你也不愿意现在跪下来道歉 不然 你就留下来做庸人吧 留下来照顾下棋 一直到你认错为止 否则 你现在就道歉 我们清高又无辜的叶小姐 答应不答应 圣哥 这不合适吧 那是不是 只要我照顾好夏小姐 我就可以离开 是 我母亲的药费 我依然会履行合约继续执行 好 不行 圣哥 如果叶小姐 再想对我做什么 可怎么办 没事 我也找人盯着她 那我想问问夏小姐 你为什么拿我的玉佩 什么玉佩 不是 是叶小姐 误会我拿了她的东西 才对我 但那个东西 就是我的 夏琪 圣哥 我怕 叶欣 你现在是庸人 在顾家不能大喊大叫 你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 如果小琪有任何的闪失 我会放过 我不会再给你药费 叶小姐 你打算去哪儿 你没听成哥说吗 让你照顾好我 兴许 我一高兴呢 就把东西还给你了 来人 带顾太太 哦不 女佣 让她下去 好好教她怎么做佣人 是 叶小姐 那就请跟我来吧 叶欣 我都要看看 你能在这里撑几天 我正在打扫卫生 我知道呀 那就麻烦叶小姐跪在地上 用手一点一点捡起来吧 你们是故意的 我们怎么能是故意的呢 分明就是叶小姐你 没有打扫干净 哎呀 脚滑了 叶小姐应该不会介意 来 那就让我们叶小姐看看 什么才是故意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叶欣呢 不知道 从刚才起就没有见过 放开我 放开我 你现在和我们一样 还以为自己是顾太太 我跟顾太太 还没有离婚呢 你们这样对我 我怕得知道吗 你在说什么呀 夏琪姐才是这个家 唯一的女主人 诚哥 什么生意 应该是用人 不小心打碎了什么吧 诚哥 咱们不是还要去公司吗 跟我过去看看 诚哥 夏琪姐吩咐过了 让我们好好招待 就把她留在这儿吧 明天早上才来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刚不小心打翻了东西 乱七八糟的 打扫干净 走吧 诚哥 吃点水果吧 我特意切的 这几天怎么没见到叶熙啊 叶小姐啊 我这两天也没怎么见到她 家里的佣人 好像也没有怎么见过她 可能 叶小姐还对我有什么意见吧 她还没向你道歉 她倒是长本事 把她给我叫过来 顾家不养闲人 嗯 好 起来了 夏小姐要见你 快点的吧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 我来打扫房间 这个房间不用打扫 去那边吧 好的 夏小姐 先生 叶小姐来了 叶小姐 你躲我做什么呀 叶熙 你这副不情不愿的样子 又是装给谁看 抬起头 啊 诚哥 别生气 小姐到现在都还在听你说话 叶熙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 叶小姐 这样 你先下去 把我的药拿上来吧 还不快去 是 是 叶熙 叶熙 这么烫 小心 快 叫医生 怎么样 没什么大问题 应该是最近几天没休息好 导致风寒入体 所以感冒了 等会儿喝点退烧药就好了 但是平时啊 一定要注意多休息 怎么会 他明明知道 哦 对 这几天 大家好像都没有看到叶小姐 他应该 是为了钱出去打工了吧 打工 麻烦医生 古辰 我不能再等着你一步步被叶熙勾引 我要彻底得到你 进 诚哥 我给你熬的汤 休息一下吧 诚哥 这么晚了 要不还是先休息吧 你累了的话 就先去休息吧 没事 我在这儿陪你 诚哥 你没事吧 小心 没事 你先走吧 诚哥 我不走 胡春 干什么 放开 你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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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我们已经离婚了 不行 钥匙 我得去找钥匙 你放开我 谢谢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叶子 找到你了叶子 吴辰 你说什么 你真的 是哥哥 可是你现在心里只有下棋 怎么会记得我 不行 我不能让她知道我们两个 还处在那干嘛 过来道歉 可是我妈妈的药费 我不能让她误会我故意爬床 叶子 你可真不知廉耻 勾引陈哥 妈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继续做顾太太了吗 下棋 我这人人都像你一样圈男人 光潜 顾城市强迫我 得了便宜你还卖怪 叶兮 你以为这样就坐稳了顾太太的位置了吗 信不信由你 不是 来人 因老狼 我要了 我 诚哥,你还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吗? 昨晚? 你没事吧? 和我? 他忘了昨天发生了什么? 诚哥,你昨晚还记得就好? 我有点害怕 我们 我会负责的 那诚哥,你和叶熙离婚吧 我不想在顾家再见到他 原来他真的是哥哥 如果 他知道我是叶子 如果 如果他知道昨天晚上的事情 不行 不能解外生枝 叶熙 先生找你 是哥哥 他记起昨天的事情了 知道了 叶熙 离婚吧 顾晨 你要和我离婚 你不是不想留在顾家吗? 我们的合约作废 叶小姐 诚哥 诚哥 厨房的阿姨可都看见了 他还在狡辩 我看呢 他就是想爬上你的窗没能得逞 现在 想要到做什么都没发生 我昨晚 我没有做 你没有做 不是你还能是谁 诚哥 这样的女人可不能留 赶紧赶她走 够了 一行 我原以为你只是爱慕虚荣 我看你生活艰难 才对你再三容忍 没想到你屡教不甘 还是如此不择手段 算了 滚吧 好 我走 我们的合约作废 可是 我妈的医药费 医药费 你还有脸提医药费 一行 我放你一看 不追究你 下药的责任 你别不识好歹 顾晨 我们 我们是有合约的 是你一二再再二三的食言 我 你再敢多说一个字 我就让我和你妈一起消失 诚哥 别生气了 会这样的女人 不值得 诚哥 你看这套怎么样 你喜欢就好 诚哥 说好陪我挑婚纱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小琪 结婚这种事 这么着急不太好吧 怕什么意思 不行 还是得尽快结婚 做稳了顾太太的身份 可是诚哥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月份大了 穿婚纱就不好看了 你怀孕了 是我一直忽略着你 这段时间 就别乱跑了 婚纱我让他们送到顾家去 等过两天 我带你去做检查 你怀孕你不知道吗 还打那么多工 要注意休息 让孩子爸爸操点心 等会上三楼去做个检查 如果没什么问题 就可以走了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宝宝 外婆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没办法养你 对不起 下一位 是我 叶熙 护士 要不你先带她进去吧 那你跟我来吧 叶熙居然在这 她怀孕了 不行 绝对不能让她在这 遇见孤陈 怎么了 还没到你吗 刚碰到一个熟人 我就让她先去了 诚哥 我有点渴了 你能帮我去买瓶水吗 那我让李泽 哎呀 别人都是准爸爸去 你就不能照顾照顾 你未来孩子的妈妈呀 好 我去给你买 别人跑啊 叶熙 你怎么总是以后不散 你来干什么 我已经如你所愿 离开顾家了 你还想干什么 你还带着这个干什么 这是我的 你还给我 我现在才是顾家太太 你带她做什么 是 你是顾家太太 我带着个东西 没什么必要了 你想要 就拿去好了 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这可不行了 也行 你还不走 你猜一猜 为什么我能成为顾太太 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因为啊 春哥一直在找 小时候的一个小姑娘 你还记不记得 你上次来顾家的时候 摔碎了一个玉佩 和这个呀 一模一样 只不过呢 被你那个蠢货妹妹认了 其实啊 是春哥捡到了这块玉佩 你是个蠢货 你那个妹妹更是个蠢货 你说是吧 叶子 所以啊 我就告诉春哥 这个玉佩啊 是我的 你猜怎么着 春哥不担心了 她还要骑我 你把她还给我 你不是不要了吗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叶熙 你干什么 叶熙 你干什么 小心 不是这样的 肚子好疼 快叫医生 让开让开 家属就出血 医生 一定要救她 小心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不会放过你 这些都是夏琪 她自导自演 叶熙 你嘴里到底 有没有一句真话 夏琪现在躲在病床上 你想让她一时两命吗 她怀孕了 拜你所赐 要不是你在城里下来药 她也不会未婚先孕 古琛 我说过 叶子不是我 这次也不是我 叶熙 她现在还在狡辩 古琛 如果我说 夏琪不是你要找的叶子呢 古琛 如果我说 夏琪不是你要找的叶子呢 家属 进来一下 有事要交代 诚哥 怎么了 医师 她怎么样 诚哥 我们的孩子没了 古太太目前还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诚哥 我们的孩子 没事 还会有的 主要是太太这次跌得太重了 以后还是要多加小心 叶熙 诚哥 叶熙是不是要怀孕了 可我们的孩子没有了 他还那么小 我都还没有见过 没事的 没事的 我会替你报仇 你不需要原谅他 你不需要原谅任何人 医生 医生 请务必照顾好我的太太 带几个人 跟我过来 是 太太 你刚刚流产 还是躺在床上比较好 诚哥都走了 还装什么装 对了 你刚刚呢 表现得不错 放心 该你的 一点都不会少的 谢谢太太 叶熙 小姐 跟我们走一趟吧 叶熙 你那么着急和我离婚 原来是早就找好下家了 怎么顾琛的妻子 还敢出轨 怀别人的孩子 说 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顾琛 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 不重要了 这是刘产熙一书 我的钱了 为什么 你还敢问 为什么 夏琪因为你失去了一个孩子 凭什么还能有自己的孩子 放开 我不欠 我怀的是你的孩子 听手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怀的是你的孩子 夏琪一直都是在骗你 我才是叶子 到现在都还要说话 你知不知道夏琪她流产了 夏琪根本没有怀孕 她怎么会流产 你到现在还在骗人 我真的后悔把你带进顾家 既然这样 你母亲也不需要继续在这家医院治疗了 顾琛 顾琛 是你先毁约她 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半晚离婚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妈妈穿越 那是无辜的呀 这个孩子就不是无辜的吗 你先 你也敢常常失去亲人的痛苦 我早就不该心乱 我说了 这件事情她不是我做的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呢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你先 在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后果 后果 我就不该救你 你说什么 你肚子里的孩子和你的母亲选哪个 母亲 顾琛 你会后悔的 你还是好好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送去手术室 也许来来回回到几个人 尘 也许搜索听听还留在远点 我们的爱 偏离一航行 最后就都小时不见 琛 爷子 依稀 归下道歉 顾晨 我刚流着 晨哥 算了 反正也没什么事 道歉 我今天来到这 是因为我坏了你的孩子 那天 跟你在一起的 根本就不是下棋 而是我 而他 他根本不是叶子 他一直在冒充我的身份 你要让我给这样的一个人道歉 你为了这样的一个人 害死了我的孩子 你到现在还在狡辩 这没预备 分明就是小棋的 小棋 这明明是我那天落在树林里的 顾晨 你跟下棋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见他带过吗 你忘了吗 这个预备 是你送给我的 你说过 我带着他 你就会来找我 这个给你 这是我们的约定 以后 我一定会找你的 还有这个 成哥 你不要相信他 他全部都在骗你 你不能相信他 关于叶子的回忆 如果不是我跟叶晴说的 他怎么又会知道呢 成哥 你不要相信他 他们俩姐妹从一开始就有所图谋 我有自己的判断 我绝不放过任何欺骗我的人 有所图谋 如果我跟叶晴有所图谋的话 还会是你下棋坐在这里 当顾家的准太太吗 你忘了吗 我们小时候 在那个破旧的寺屋 我每次都会钻到果冻里找你 给你带好多好吃的 然后 你就会说 让我赶紧走 因为 我担心你也被那些坏人抓住 会杀了你 对 当时我听到他们说要杀人灭口 我们就一起从狗洞逃跑 叶子 我这个伤 就是当时救你留下不可逆的伤 成哥 你忘了吗 忘了那个诊断证明了吗 我的手 也真的受过伤了 只是后来好了 做了手术 现在医学做得这么发达 怎么可能治不好呢 是啊 很多事我都记不起来了 可是因为我失忆了呀 我 你当时小腿受了很重的伤 直接从山坡上滚下来的 你忘了吗 成哥 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些事 叶青知道 叶欣也知道 他们还被同一伙绑匪绑架过 说不定这些事 他们都是从绑匪那听来的呀 不是的 不是什么 小陈呀 你到现在还被这个女人耍得是团团转的 她不过是在顾家骗钱罢了 把东西拿给她 叶欣 你一直都在骗我 我没有 你敢说你没有借着顾家的名义 为你母亲转病房 你一直都在调查 你一直都是为了我的钱 怪不得 怪不得你和叶欣都知道我的那么多事情 一个长红脸 一个长白脸 就是为了从顾家捞钱 只是没想到 这么快就被识破了吧 国宅 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 你信我一次好吗 你住在青石镇吗 什么意思 你不住在青石镇 你小小怎么能够遇到我 叶欣 老现在你都还在骗人 像你这样心机深沉的女人 连和叶子同名 我都觉得恶心 我心机深沉 你问问医生 她有没有怀孕 有没有流产 够了 像她这么卑鄙的女人 嘴里哪有什么实话 小陈啊 赶紧给我把她赶走 把她从医院丢出去 从今天开始 我不想在金海 再见到她 喂 叶小姐吗 你在哪啊 你母亲刚刚去世了 来签一下字 去世 你母亲的医药费已经停了两个月 我们能知道现在已经人质易尽了 母亲的医药费已经停了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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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你还想干什么 我 我不想干什么呀 早都告诉过你让你滚得远一点 你就不该进骨架的门 如果夏小姐 只是来耀武扬威的话 就没什么必要了 你已经赢了 耀武扬威 他倒不至于 毕竟我跟你这种人呢 从来都不是一个世界 你就好好看着我和辰哥在一起吧 偷来的人生罢了 顾尘 知道你这样的真面目吗 是这种真面目吗 我借你 还是赶紧跟辰哥把婚离了 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 你只是想催促我们赶紧离婚 他倒不是 不知道叶小姐 你有没有听说 你母亲已经离世了呀 你猜猜 是谁停了你妈的药费 又是谁 给你妈产了病房啊 就你那个病鬼妈 每个月吃顾家这么多钱 专格远衣 我这个女主人可不同意 是你 是你做的 我跟你无言无畅 你为什么害死我妈 怎么叫我害死你 我早都告诉过你了 让你滚 可你不停偏偏赖在顾家 是你 是你 这个自私自利的女人 害死了你吗 小琪 我要杀了你 你 你 你要杀了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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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你居然恶毒成这个样子 你杀了我的孩子还不够 你还想杀了他 杀了孩子 那我的孩子呢 顾尘 你亲手杀了我的孩子 而他 他害死我妈 我原来想放你一把 你想到你还在满口胡言 我看你是真的不想在金海呆了 我的心软只会让你变本加厉 心软 顾尘 你什么时候对我心软过 新婚第二天害我进医院的不是你吗 拿家法打我的不是你吗 逼我流产的不是你吗 原来你到现在 还是不肯道歉承认自己的错 别吓醒醒的了 顾尘 我觉得恶心 我这辈子最可悔的决定 就是遇见你 嫁给你 你到现在还不愿意相信我 顾尘 我恨你 你杀了我的孩子 你还有脸说恨我 顾尘 你敢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抱着亲手送你下地狱 诚哥 你别生气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有点害怕 你说 叶汐他不会来报复我吧 他敢 以后他不会再出现在金海市了 你放心吧 诚哥 那我们回去吧 叶汐 这次你可是彻底滚出我们的世界了 太太 太太真的走了吗 还叫太太呢 以后咱们家只有一位线下的太太 这是 这是 干什么呢 没 没干什么 那你赶紧打扫完 我先走了 太太太 太太 你和小齐的婚事 还是尽快准备 好冲冲喜 去寻那个叶汐 带来的晦气 我都听称哥的 爸 以后在家里 不要提那个女 想起她我就觉得恶心 她甚至 还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至于结婚的事 我会尽快准备 我会稳缺了小齐 孤城 是不是只有我死了 你才会相信我 我才是真正的叶子 孤城 你会后悔的 你在说什么 是谁啊 隐欣 她居然用死来威胁我 先生 夏 夏小姐她在说谎 那天 我亲眼看到您 您和 您和叶小姐进了房间 而且 第二天早上 叶小姐走了之后 夏 夏小姐她在进去的 所以 她 她根本就不可能怀孕 你闭嘴 你有证据吗 你就在这胡说 你继续说 而且 而且那个汤 也是夏小姐亲自煮的 根本 根本没有人用过厨房 我看你是被叶熙收买了吧 她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 陈哥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是知道我的 我 我有证据 夏琴 我跟你无言无仇的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为什么 因为你就不该进库家 是 玉佩呢 是我给你的 也是我推了你 让玉佩摔碎的 还是我设计 让陈哥看到了这一切 你还记不记得 最初你走错了房间 睡在了陈哥的床上 那也是我让有人带你去的 这些东西都是假的 你从哪儿没造的 那 那 陈哥 陈哥 你要相信我 这一切 都是他们骗你的 等你没了清白 我看这个顾他 他娘怎么当 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不是 陈哥 我 我承认我以前 是对叶小姐不太友好 可是你惩罚过我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这样做过了 真的 真的 这些事 这些事 都是张静挑唆我的 陈哥你是知道的呀 我之前对叶熙是不太友好 但是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这样做过了 反而是叶熙 她一直在咄咄逼人呢 我 不是这样的 她说谎 那天 我亲眼看到 他们把叶小姐从房间里拖出来 叶小姐 十分的虚弱 房间里 还有干了的血气 还有棍子 你有什么证据 我 你根本就没有证据 陈哥 你看到了吧 这一切 都是他随口编造的谎言 陈哥 你千万别相信他 像他这种人 根本就是有目的地接近咱们顾家 我有那天房经理的照片 你怎么证明 这张照片就是那天的 而不是你后来伪造的 陈哥 像他这种人 肯定一开始就有目的见顾家 那天 我看见小松 和田田也进了房间 先生一问便知 让他们两个叫过来 是你们两个做的 看他做什么 回答我的问题 不是的先生 不是我做的 那就是你了 那天叶熙确实生病了 身上也有伤 如果你们两个不说的话 我就只能把你们赶出去 起诉你们 顾家的官司 你们吃得起吗 我说 是夏小姐让我们做的 你们收火 他让你们做什么了 说 他 他让我们教教叶小姐 怎么做庸人 其实就是教训一下他 说我们两个下手太重了 陈哥 我 我那天就是 太心急了 叶熙推了我 我摔倒了 有些生气 所以才会这样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陈哥 陈哥 我小时候还救过你呢 我爸妈 还救过顾叔叔呢 你不能因为这个误会我呀 相信一个庸人说的话 都不相信这么多年 陪伴你的小相 要我说 这个庸人 巨星叵刺 陈哥 叶熙他一直想抢我的玉佩 是他有错在先呀 那个玉佩 真的是你的吗 太太从第一天来到家里就带着呢 这是第一天 太太来家里的照片 莫无福 陈哥 陈哥 我只没想到 原来真正卑鄙的人是你 你拿了叶熙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叶熙 陈哥 我真的是叶子 玉佩代表我来我什么不是吗 而且这个玉佩 是顾叔叔 顾叔叔让我拿的 顾叔叔 快帮我说句话呀 确实是我让小夏拿的 以为而言 只不过是为了防止节外生枝 节外生枝 夏小姐 她就不是叶子小姐 那天 我听见 她跟顾董说的话了 证明报告是假的 是真的吗 她说的是真的吗 够了 为了一个女人 真的又怎么样 假的又怎么样 小夏 才是最适合你的那个人 那个叶熙啊 根本就不配 妈 你怎么能穿透外人来骗我 顾晨 我这都是为你好 小夏怎么是外人 这么多年 可是看着她 一点一点的成为了 你最得力的助手 任由她欺负无辜的事 由她串通外人来欧打我顾晨的妻子 爸 这就是你想要的好儿媳妇 我看你也是老糊涂了 顾氏的董事长 还是换个人做吧 把夏夕丢出去 顾晨 你敢 顾叔叔 顾叔叔 当初是您找到我 你说我才是最适合顾家的儿媳妇 你不能不管我 够了 把她丢出去 不 不 不 诚哥 你要相信我啊 诚哥 叶欣 是叶欣从头到尾在骗你 叶欣 叶欣 诚哥 诚哥 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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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从那儿下来 你别过来 好 我不过来 叶子 你从那儿下来好不好 你看在这儿没有危险 危险 明明你身边更危险 我的孩子也没了 我妈妈也没了 叶欣 叶欣 都是我的错 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对你 不战 还是你以为太沉默 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就不愿意相信我 哪怕只有一点 就一点点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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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下起来呀 不行吗 我已经惩罚过她了 不保证 她以后一定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叶欣 以后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 也不要伤害你自己 好不好 我知道错了 不好 不好 孤晨 一直以来 我为了我妈的医药费 向你委屈求全 哪怕一次一次地跪在地上 你都不愿意原谅我 孤晨 你是天之教子 你怎么会有错呢 一直都是我的错 是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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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 我不是错信别人 我不该不相信 只要你像我 你这么做什么都可以 如果爱懂了 已经晚了 我的我的孩子 我的妈 都没了 他们都没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还有我 你还有我 我 我真的累了 我真的累了 一想 他 退下 说一生 那么长 一心 回来吧 好不好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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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给你 这是我们的约定 以后 我一定会找你的 嗯 太太 叶小姐 叶小姐 你醒了 你怎么会在这 我 我是来照顾你的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任何人照顾 我真的 是不是他派你来监视我的 郭琛呢 郭琛呢 算了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你走吧 我不想看到你 先生他 医生说先生他 他可能 再也醒不过来了 怎么会 一心 有人落水了 快打电话报警 是古琛 是古琛救了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救我 先生他已经知道了一切 他也知道 您才是真正的叶子小姐 夏琪呢 夏小姐他已经被顾总扔出了顾家 不知道现在在哪 可能 再也不会出现了 可是我的孩子 我的母亲都没了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救我 我恨不得他去死 古琛呢 他怎么样了 叶小姐 要去看看吗 古琛 我真没想到我们会走到这一步 你来这干什么 你来这干什么 我只是来看看 古琛 要不是你 要不是你 古琛怎么会躺在这 我就知道 你是个三门星 古董 还是小心闪着腰 你敢这么对我说话 任谁生死官走一遭 都会看透一些东西 我现在截人一身 什么都没有了 你什么都不怕 你什么都不怕 因为你害死了 古琛 害死你儿子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自己 你欺骗古琛 只是为了利用他 而我和他 只是进行了一场不平等的交易 我提出过离开 也说过 有些事情不是我 是不是你 还重要吗 你就是为了钱 才待在古琛身边 我和我儿子 不欠你的 所以不欠他的 从他提出离婚的那一刻 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 更是从你把夏棋 重新带回顾家的那一刻 就不见了 我在顾家 除了我母亲的医药费 我没有拿过一分一合 反倒是顾晨 利用我 拍拓醉婚 才坐稳了顾氏的位置 顾晨替你去死 这还不够他 灭不对你的亏欠吗 叶昕 你有没有良心呢 到底谁没有良心 不懂 是我骗的顾晨吗 从我嫁给顾晨以来 我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 那我肚子里的孩子呢 问心无愧 那我肚子里的孩子呢 你怎么还敢过来 顾叔叔 我是没您想象的那么善良 可是我爱顾晨是真的 为了得到他 我犯了一些错 您是可以原谅我的吧 况且 我还怀过顾晨的孩子 是这个女人 害我刘了产 夏琪 你倒是会偷换概念 什么叫刘产 你怀过孩子吗 我怎么没有怀过孩子 那天到底怎么回事 你心知肚明 不懂 我劝你还是别拦我 你该不是想让顾家 为了小三害死原配这种话题 成为圈子里的谈资吧 你 你 顾叔叔 你别气着 滚开 你也不是什么伤妞的灯 叶小姐 你有什么事 以你们顾总的名义 去查一下夏琪怀孕的事情 好的 老爷 夏小姐的父母来了 老夏 快前坐 古董 你这么叫 太见外了 我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顾董还记得我们这点好 小琪和小顾总的事 我们都听说了 不知道顾董 有什么打算 还有 顾琛把我们家小琪 打成那样了 是不是 该有个说法 是不是 该有个说法 这件事情 其实 是夏琪 先打的夜戏 老不怪 怎么能怪小琪呢 要不是顾琛受益 小琪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况且 我们家小琪 可是被你们顾琛 欺负了 我会让顾琛负责 怎么负责 顾琛都躺医院了 来之前我们都打听了 顾琛也可能 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该怎么负责 顾董 您话说的倒挺漂亮 你怎么和顾董说话呢 我说的又没错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都有这么多年的交集 我也不需要太多的赔偿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 顾琛放弃和下架的竞标 再让出顾琛旗下 所有产业利润的20% 我们之间的事情 就一笔勾销 老夏 那你的意思是 好好好 那么 您是答应了 我不答应 谁让你进来的 离婚手续还没有办完 我现在还是顾太太 来看我的合法丈夫 不需要跟顾董包背吧 你 滚出去 我不想和你吵架 我也不是来跟顾董吵架的 我刚刚在外面听得很清楚 夏叔叔和夏阿姨 还真是狮子大张口 你 一个败金女 怎么能这么说我们 你懂什么 我是不懂 但总有人会懂 我刚刚录了音 拿去给律师听听看 夏阿姨 算不算是诈骗 我警告你 你就是个小丫头骗子 别把自己坑进去 倒是你们 别坑了自己 三十六计 夏琪学得还是不错的 你在这儿 至少骂话的 说谁呢你 骂夏琪 你是不是找死 我跟顾城已经结婚了 夏琪却还在勾引我的老公 不骂他骂谁 这件事情就算放在网上 他也占不了官分道理 好 你们一家子 就这么欺负我家小琪 我们新闻上见 走 等等 这个东西 给夏琪看看 他在哪里怀的 夏琪 竟然欺骗了我们 好呀 你们两个竟然诈骗到我的头上 我们顾家和你们这么昨年的交情 还直接让夏琪 空枪 做了 顾城的秘书 你们 真是白下了我们顾家的一片心意 这不可能 我们家小琪 是真的怀孕了 我知道你们不会承认 我已经把搜集到的证据 寄到了你们家里 还有一份在律师手里 如果有任何疑问 你们可以去问他 打官司 我们奉陪到底 不可能 这肯定是假的 你们等着吧 明天 就让你们跪下来求我们 走 咱们走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因为我也失去过孩子 况且 乌尘救过 谁让你们去顾家的 谁让你整天跟在顾城的后面 那么多青年才军你看不上 非要找个二婚的顾城 现在这些都不重要 你告诉我们 你怀孕到底是不是真的 真的又怎么样 假的又怎么样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还有气呢 如果你真的抓住顾城 也就算了 现在是顾家 捏着你的把柄 要够你 咱们下家 都被你作剑完了 害得我和你妈 一起丢人 你打孩子干什么 有什么话 不能好好说 好好说 你知道他握着 咱们多少把柄 要是他起诉咱们家下棋 可怎么办 要是那顾老头 恼羞成怒 把生意上的事情 也抖出去 咱们一家人 都得完蛋 你说说 到底想要干什么 这是我自己的事 不用你们管 你 我醒过来的事 不要告诉任何人 好的 顾总 他什么时候 能醒过来 应该快了吧 你来干什么 出去 当然是来看春哥的了 叶熙 没想到 你还硬起起来了 我不想听你在这里废话 滚吧 就你的那点证据 骗骗我爸妈和顾叔叔 也就罢了 想问我 没门 如果你对证据 有任何疑问 你可以去找律师 也可以去法庭 我会奉陪到底 懂法又怎么样 叶熙 我不信 我和春哥在一起这么久 你还能毫无芥蒂的爱他 我跟顾晨已经离婚了 你跟他到底怎么样 又无关 是 我和春哥呢 在一起工作快十年 青梅竹马也不过如此 我爸妈还和他们家交情颇事 我 更是和他睡过一张床 叶子 叶熙 不过是 儿时无知的遗憾罢了 春哥马上就会知道 我才是他最大的助力 也只有我 才被嫁给他 你跟他到底怎么样 我没有兴趣知道 比起自甘下减 我确实比不上夏小吉尼 你嘴皮子还挺利索 顾琛那天晚上强迫你 我以为你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 没想到你还爱他 叶熙 你这样就不下去了吗 我还在想 春哥如果起来看到你怎么办 还好 你居然自己跑了 你们果然是你 当然是我 也不知道春哥是怎么想 过了这么久 还不和你离婚 我当然要加点料 没想到 便宜了你 便宜了我 你居然怀了顾琛的孩子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才能怀他的孩子 不过没关系 春哥 他又是我的了 你就不怕顾琛醒过来 知道你不是叶子 我不是叶子 谁能证明 我呀 就是失忆了的叶子 顾叔叔呢 他只是爱子心切才会如此 伪造证据 却歪打正着 春哥他会理解的 至于你 我什么 你和你那个妹妹串通一气 三分两次地坑了春哥 还差点害死了他爸爸 我还真是期待 春哥快点醒来 让我看看你这个害怕 又丑恶的嘴脸 我做 也做了 春哥呢 我也睡了 扇你打一巴掌又怎么样 原来都是你 顾董的药也是你换的 你有证据吗 春哥醒来 你拿什么给他看呀 我呀 只是太爱他了 才会假装怀孕 可你是要害死他爸爸呀 你在春哥 他会信谁 一直都是你 也对 你当时 恨不得我去死 自始至终 都是你在挑拨我和顾琛的关系 你当初就应该死在那个小树里 不过现在说这些 也没什么意义 我劝你 还是赶紧把离婚手续给我办完 只要春哥还有一口气在 我就不允许你占据顾太太的位置 这事情都不是我做的 那又怎么样 只要大家相信就好了呀 我不想在这里跟你纠缠 你不答应是吧 行 只要我出了这扇门 你就可以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消息 还是害怕了 月薪 你装冷静 装得还挺香的嘛 我看谁都没你会装 我看谁都没你会装 春哥 你醒了 我要是不醒 怎么能听到你说的那些真相 春哥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想逼迫这个女人 逼迫她什么 逼迫她和我离婚吗 也是 从一开始你就处处针对夜心 是我一夜长 只过着夜子 却被你蒙骗 来人 把这个女人带走 不 不 春哥 你想一想 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你怎么可以不相信我 反倒是这个女人 她从一开始就在骗你 你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 你还在狡辩什么 夏琪 是我识人不清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之前你和博文传统 杀人未遂 殴打夜袭的证据 我早就收起了一清二楚 现在 你就当着吃牢饭吧 来人 把她和这些证据一起带下去 不是这样的 春哥不是这样的 我做这一切 我做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爱你啊 春哥 送到警察局 不 我不走 春哥 春哥 你先 你先别走 我想跟你道歉 顾先生天之骄子 不必给我道歉 再说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就算你道歉 也没办法重新来过 之前是我自以为是 对不起 如果顾先生 真的觉得自己错了的话 那就把离婚手续一起办了吧 你 一定要和我离婚吗 只要不离婚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好 我和你离婚 我忘记一个人 我忘记一个人 这是 恭喜太太 叶小姐 恢复单身 谢谢 顾家的房子 留给你 让你受伤那两个佣人 已经被我辞退了 剩下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需要 你就收下吧 这是我们顾家 对你的歉意 再说了 顾身也有别的地方住 你现在一个人 你能去哪儿啊 叶小姐 您就收下吧 不然董事长 又该担心了 说什么呢 还有你 真假都分不清楚 难道不是把你 非要搞什么假的报告 够了 你先把下棋的事情 给我处理干净 之前的玉培 已经损坏了 这是我找人 一比一做了一枚 一模一样的玉培 我纵横上场这么多年 没想到 居然被身边的人 欺骗 不懂 这是你们传家宝 我不能收 你就收着吧 算是 老大我对你的 一点倩议 叶小姐 您就收下吧 这也是董事长的 一片心意 收下吧 好 谢谢古董 是 我不小心 又 碎了 月 都过 还是 你 因为太 强 我失去 不想 别别 装装的 重想 一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坐我们顾家的位置 强迫你和我结婚 但是 却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感受 还说了那么多伤害你的话 都过去了 我不是没有想过 彻底离开你的生活 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 只要一想到 一想到这些 我的心就好像死掉了一样 这些话 留给你以后的妻子说吧 我要回房间了 叶欣 我求你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来重新追求你 从前那个顾尘已经死掉了 现在的顾尘已经明白了什么是爱 怎么样对一个人好 怎么样去爱一个人 所以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经历的这些事情 不是你句对不起 就可以被原谅的 我不要你原谅我 但能不能 给我一次补偿你的机会 不要 我不要原谅你 我不想跟你和好 你知不知道 自从我家的股价以来 你就从来没有相信过我 你说我是一个 招之即来 汇之即去的物品 你说我恶毒 你还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对不起 是我不配 我恨死你 我恨死你了 你打我 你把我都恨 我恨死你 你尝尝 好吃吗 好 他们这两个是很好了 是的 董事长 好了就好 好吃 就是有点太 太 甜了 可能是因为是你做的吧 走吧 咱们不要打扰他们了 雨昕 我很喜欢你 从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很喜欢你 往后余生 无论贫穷富贵 生老病死 我都相信你 尊重你 爱护你 保证人 吴珍 在你的时候 你以后 你不怕 但你以后 我你会 不怕 你不怕 是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